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然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了 创作能力不应该是评价一个歌手的标准 周深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是创作歌手 也没有人这么标榜过他 歌手的责任是把一首歌用他的声音技巧表达出来 传递情感和氛围 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但是并不是说有了旋律和歌词就能够容易地完成的 当一首歌没有人打样的时候 它就是白纸 同样的一首歌有人能够唱出江水滔滔 有人唱出了就是小河残残 有人唱了就让人觉得这歌真好听 有人唱了就让人觉得浑身难受 对歌曲的演绎才是评判一个歌手 是否合格以及优秀的标准 而不是创作 合理类比 如果说创作是评判一个歌手的成就的标准 那么为什么没有见过有人要求舞蹈家 就一定要同时是编舞呢 且要编出好的舞蹈 演员同时要是导演和编剧呢 且要出好的作品呢 实际上大多数人看舞蹈的时候 都在注重舞蹈表演者的基本功 舞蹈感觉以及情绪 看电影电视剧话剧等的时候 注重的是他们的演技是否高超或者是出戏 所以很显然大多数人都会注重周深 是否把他们听到的歌诠释的很好 是否感染到了他们 当然会创作是一个加分项 但是这种加分项是出于 他能够表达出创作者的内心和想法 因此能够更好地进行演绎而周深 虽然他的进步 他对于每一支歌曲的理解和处理 都是愈加成熟和到位的 并不会因为不是他的创作而产生不适感 另外周深出创作的少 不代表他不会创作呀 只是说不善于创作嘛 毕竟创作并不难 难得创作是好东西来 而且还对自己要求很高 在我的任意之理 歌手就是唱歌的 至于创作那是作曲家和词曲家的事情 当然了 歌手如何演绎作品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创作吧 提这个问题的人很有问题 我对于歌手的要求 就是唱歌好听 至于创作那只是加分项 不是必须项 生命们真的大部分都是歌迷 至少我见到的都是 B站上深深的饭拍视频 生命们普遍表示 有没有人无所谓 只要音质好 甚至微博上面还会对比饭拍 揪出一个最好的来 大家也会暗粗粗的吐槽 这个活动的收音不好啊啥的 生命们对歌的要求 总是特别特别高的 这是我入坑里来最大的感受 例如新手交道的主题曲 刚放出来的时候 平时一下子满随性的生命们 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一下子就炸起来了 节目好不好 周深镜头多不多 我不管 但歌要好听呀 至于跑偏 周深又不是每天都发新歌 周八歌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就我们也要给自己找点乐子不是吗 看看盐啊 找找暖心的小举动啊 找点沙雕的采访视频啊 失心疯的痛总是要自己缓解的 从来可以出国留学 这说明了家庭条件不会差 但家庭教育应该很好 家人和他呢 应该都是比较节俭务实的 他们真的很热爱音乐 也又绝对的热爱的人 对于其他的方面呢 一般都是没有什么要求的 一开始上好声音呢 也是很频繁的样子 但慢慢火了之后 才开始包装啊 服装造型啊 但是呢也都是为了节目效果 或者说场面效果 他的生活还是比较平常的 他只想好好唱歌 不怎么追求别的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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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